你有没有想拍计划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拍到的画面 大家好这里是家瑟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替换场景 如果你喜欢摄影的话那么多多少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千辛万苦的跑到一个地方 但是由于天气或者是各种原因没有拍到我们预先构思的画面 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那么今天的视频一定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我们先回顾一下最后的结尾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嵌套层呢 我们会看到一共有四个层 第一层是一个背景图层是静止的 第二层呢是一个人物走动的图层但是做了遮罩 第三层呢就是太阳升起的一个视频 第四层是一个调整层 现在我会重新做一遍 希望可以和之前做的一样吧 这个视频是当时我在山顶边行走 我会截取一段 我把画质调到四分之一这样电脑会快一点 我会把这个视频的时间放慢 混合的模式改一下 这样看起来还可以 日出的视频呢我也会截取一段 我会把太阳升起的速度调快 模式改成针混合 现在我们调整一下太阳涂层的位置 把涂层的透明度降低一点 这样可以方便调节 调的差不多之后 然后就可以建一个蒙板 把不需要的地方遮掉 只保留我们需要的部分 与画质加高 这样可以让两个涂层融合的更自然一点 把模式改成线性加深 现在我们来给人物的涂层调色 让它的色调和太阳升起的色调相符合 让它的白平衡偏暖一点 增加对比度 增加阴影和黑色 然后再调整一下曲线 暗部和亮部更一点点 然后我会把它的绿色的饱和度降低 然后绿色会偏暖一点 阴影偏暖 中间调偏暖 高光也偏暖 把太阳涂层隐藏起来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要输出一张图 然后再到Photoshop里面 把不需要的场景和人物都抹掉 因为这张图最后会做成一张背景图 用修补工具 先大致的抹一下 然后再用快捷键S 细致的去做调整 图修好之后就可以再导回Premiere 把它放在最底层 我们先把日出的图层关掉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 人物的图层和背景的图层 把人物走动的图层做一个遮罩 把羽化加大 这样可以让两层混合得更自然 现在感觉效果还可以吧 现在我把日出的图层打开 然后我会把人物和背景的图层 做一个嵌套 现在我来给太阳图层调色 调整一下对比度 高光 阴影分 我想把它的黄色部分稍微偏 偏红一点 然后把整个视频的饱和度降低 阴影再深一点 偏冷 稍稍偏冷 中间调也降低一点 看一下前后对比 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调嵌套的图层 白平衡再调暖一点 高光提亮 阴影加深 白色再提高一点 然后最后再到色轮这边来 把阴影加深 阴影偏冷 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太阳升起的时候 地面的光线也会随之变化 所以我会再叠加一个有光运的视频 然后调整一下大小 把混合模式改成颜色简单 透明度降低 然后我会再加一个光线的素材 调整视频的长度 找到水平变换的效果 然后调整一下大小 然后把它的模式改成叠加 透明度降低 其实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最后就剩一些更细致的调整 所以你学会了吗 如果这支视频对你有用 请点赞订阅分享来支持我 如果你喜欢摄影 喜欢漂亮的照片 请查看我的Instagram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请记住 感谢观看 的